躺在地上高举双手 穿着黄色上衣的非裔男子 恳求警察不要开枪 遭警方拦查的是一名47岁 非裔行为治疗师 身旁坐着的就是自闭症患者 当时今夕按照指示高举双手 却还是被连开三枪 警方表示民众报案称 有男子持枪威胁要轻声 才会拦查惊息 但事后证实他身上根本没有任何武器 举双手也没用 画面曝光非以民众气炸 大家都想问碰上警察 是否真的只能任人宰割 信号受害的行为治疗师 这次只有右脚重担 但心中阴影恐怕一辈子都难以抹灭 记者陈嘉玲报道 中天电视全身制作强党大戏 美好年代